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哦 炸的途中炸来油会容易发黑 我在网上也买了一些油造过来 炸来造过也不是很好 反正我自己想想 能不能去研究一个炸出来又方便 要么那么容易黑的 就有这个想法就做这个 第一台是残渣 它没有完全沉到底下去 因为底下是冷油 它没有完全沉地 还有一些石甲的在锅的下面粘住 然后就被炸焦了 炸焦油就容易发黑了 后来又把那个石甲煮掉 高油温的话上面不能够过度有炸 不超过时间了就不会发黑了 油收集可能会长一点 吃了也放心一点嘛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这个是新一代的了 比较完美的了 第一个是开关 这个开关都是防水的 这个调温器都供吃得很好了 都很准的 比如现在调到170度 油温到170度它就自动断电 自动关火了 最主要就是这个底下这里 加了一个外围 加一个冷却箱 冷却箱里面装水 装水里面就把下面的温度可以控制 不能让那个油锅底下的油温增高 就可以起到冷却的作用了 里面呢 现在也全部都改好了 它是一体成型了 没有石脚 自粥全部都是往下面切了 残渣都其中在锥底排五口 所有的残渣都往下面掉 下面坏回 这个锥底都坏回 下面坏回部 又回了一个冷却箱 挤到冷却 下面这个油的部分 没有让上面这个油温度增高 怎么炸 然后那个残渣不会炸掉 油也不会那么容易黑了 可以延长使用油的收集 黑油条 有黑芝麻 炸完之后油还是这么清澈的吗 它不会退色 油不会退色 这个黑芝麻它不会退色 我说这个油如果说您炸 炸上一个月 这个油还是这样吗 炸一个月油就会红一点 哦 炸个半个月还是没问题 油还是这么清澈 那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自己用了三年了 我也拿我的油条去检测了 有没有含那个饼去显胺 我去检测了没有检测出来 做好了我也想让董王享受一下 这个又 使用又方便 然后又可以让酷克吃药放心的食品 一杯豆浆 一个油条 美味 它这里的油条很香很好吃 又很干净卫生 我很喜欢这里 它这里声音很好 我没得过来排队 谁见过这样去的啊 确实 没有见过 看到就看着放心了 看着就放心了 以前从来都没见过这种 没见过的 都是可以炸东西 整个来年你都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说一项好的发明 确实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很多的实惠 实用 这个健康也包括对吧 最近的目的是把健康带给大家 不要吃那些过度油炸的油 吃到那些油派物去 让酷克吃到放心的出品 兄弟们 今天又见面了 我是袁胖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发明人 比较特殊 是一个女发明人 她也是个大才女 叫做陶美华 她是中科院的一个博士 专门研究植物学和生态学的 她是看到她妈妈经常眼头发 然后染出来头发 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她觉得可能是化学染发剂 所以她就想着 是不是能造一款植物染发剂 所以她用了十年的时间 做出了一种 国内真正的第一款 真正的植物染发剂 这种植物染发剂 是纯的这种中草药提出来的 所以没什么刺激 男女老少小孩子 也都可以用 比较安全 也取得了国家的 好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所以圆胖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至少可以试一试 圆胖当然头发还算比较好 如果是有白头发的朋友 把她这个东西送给她 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进去发明迷网站 去看一下 今日投票的呢 你直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 就可以进行购买 这东西不错